林依晨十月榮星媽媽 想不到在她的嬰兒女滿月之後 她就火速復工 出席聖誕亮燈儀式 林依晨身穿一件金色性感禮服 大方露出香肩和手臂 狀態好得好像沒有生過一樣 不過有人覺得她太快復出 擔心她休息不夠 林依晨表示她現在精神很好 因為她相信只要心情好 身體就會健康 她還透露女兒的語名叫小小林的原因 因為我公公叫老林 我老公叫小林 所以女兒就叫小小林 像當媽媽之後 心情有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跟不同 覺得生理上的大變化一定是有的 對 但是心理上的調適 我覺得相較而言好像更重要 那大家都常說 Happy Mommy Happy Baby 所以其實媽媽的心情還是很重要 自己照顧好小生命 所以我要選擇這個好的香蕃來放鬆自己 林依晨現在每天看著女兒成長就很滿足 還天天有驚喜 而自己就每天學習怎樣做一個好媽媽 她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神奇 所以好像我們每個人都是 那就努力地在跟這個生命相處的過程 也發現不同的自己吧 然後我想也會被她所療癒 對於林依晨來說 今年的喜事不單止是做了媽媽 還是她跟老公相愛十周年 今年聖誕節是跟另一半交往十周年 但她那個時候可能在國外努力著她的業績 所以可能也是用視訊的方式吧 會先買好禮物 林依晨好朋友孟錦如早前都宣佈懷孕 而且都是堂女 被問到孟錦如是否有向她 諮詢生嬰兒和坐月的資訊 林依晨就說自己都是伸手 希望跟好朋友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